接下來聚焦國內的疫情 今天本土確診 第二天加零 但是有四例的今晚移入 其中有三例是突破性感染 另外今天還有一百三十六萬劑的自購 AZ疫苗到貨 指揮中心也公佈最大規模的 第十二輪疫苗接種時程 同時開打三種疫苗 也就是BNT莫德納還有AZ 要分為兩階段來接種 預計最多要打四百四十萬人 那麼陳志忠也特別向醫護人員喊話 說這一次的接種任務 會非常的艱鉅 另外他也定出了目標 在十月底前 第一劑的涵蓋率要達到七成 第二劑則是三成 因為疫苗的涵蓋率 對於降級具有指標性的意義 一口氣來了一百三十六萬劑疫苗 也是目前自購的AZ疫苗中 到貨量最多的一次 對接下來最大規模的第十二輪接種計畫 注入強行針 但是量大而且是不同的疫苗 那打不同的一個劑次 我在這裡還是要特別對他們表達 我的謝意 連指揮官陳時中都先喊話 因為第十二輪開打 不管是疫苗種類或是接種時程 都很繁雜 第一階段施打時程 從十月二十二號到二十七號 BNT第一劑開放三十歲以上民眾 莫德納第二劑則是五十五歲以上 AZ第二劑開放到三十八歲以上 三種疫苗同時進行 第二階段則是十月二十八號到十一月三號施打 BNT開放到全年齡二十三歲以上 莫德納第二劑十八歲以上 AZ第二劑按照施打時間 同時間開放十八歲以上和四十五歲以上施打第二劑 莫德納是一百一十二點七萬 第十二輪推估最高施打四百四十萬人 最低有四百一十萬人 展開大規模接種 就是要提高疫苗含概率 趕快達標 十月底得要衝到第一劑七成 第二劑三成 第一劑五十八趴多 還有十一趴多需要努力 那第二劑的剛剛超過二十趴 所以還有十趴需要努力 我們有降級的標準 那現在專家也在討論 想達標 預計十月還得接種四百七十萬劑 第十二輪開打後 單日至少要施打三十五萬劑 好在國內疫情持續趨緩 十三號本土個案再度加零 儘管移入增加四例 但口罩短期之內還是不會鬆綁 邊境也還沒有解禁的空間 想要等到防疫警戒再降級 前提得看疫苗含概率能不能達標 華春景雄黃劍楊姿宜 臺北陶人報導